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很宠我 无论什么要求她都会答应我 她对我那么好 我却没有好好争取 我现在真的好后悔 我非常喜欢她 心甘情愿地对她好 但是她真的被我宠坏了 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包容她 但我就是无法忍受 她背着我和前男友搞暧昧 这次的事真的让我心寒了 这回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想失去她 我就想问问 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好好的在一起 这是一段一见钟情的爱情 爱情走到了今天 这对情侣该去向何处呢 掌声请出她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徐24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业务员 女嘉宾小郭25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市场督导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是你对人家一见钟情的是吧 是 在哪一见钟的情啊 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他那会有男朋友 后来你把人给拆了 没有 因为知道他有男朋友 也只是心里边想想 比较关注他那块 后来就是打听到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然后就想去接近他 对他好一点 但是好不容易吧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总是因为他的那个前男友 我们之间都是分分合合的 你们分过几次 这次是第三次 都第三次了 哦呦哟 那我们一次一次的说吧 你当时追这姑娘追了多久啊 他刚分手的时候 我这边就已经打听到了 因为我一直很关注他 刚开始他一直也没有去接受我 后来差不多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慢慢的两个人才走到一起 我可能因为也是 刚跟我前男友分手 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他对我那么好 我心里也有点感动 所谓的那个特别好是指什么 你是怎么做的兄弟 就是他跟他前男友 刚分手的时候 心情不好 老是不好吃饭 我就每天坐两个小时的车 去他们单位等他 甚至他加班 每天加到八九点的班 我也会在那一直等着他 就为了等他下班 带他出去吃一顿饭 哎呀 这个用心 他的胃不好 我就从网上查到 说喝果汁可以对胃好 就每天去会买一些新鲜水果 榨成汁就会给他送过去 哇 好贴心 有一次在他们单位体检 查出他这边是身体指标异常了 需要在家里边调养 为了很好地照顾他 我就在他们家那个小区附近又租了一间房子 甚至为了他 我连自己工作也死了 去他们单位就做了一份兼职 哇 用心真良苦啊 这么好一个男人 那你前男友反正都跟你分了 怎么前男友搅和了你们 算这次就是第三次了呢 第一回为什么分 第一回就因为那盛果汁的杯子没有刷干净 他就不喝了把那个果汁倒掉了 我当时心里边就很难受 就跟他吵了几句 他就说根本要分手 我本来我不爱喝果汁 他每次都给我拿过来 我真的特别烦 你们就为果汁这事分的手是吧 对 因为我当时我真的 我跟我前男友三年的感情 我不是说没就没的 我跟他也是分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我接受的他 我那会儿也不能说是喜欢他吧 可能就是需要 挺坦诚的 就是有点感激 相有一份依靠 但是他跟我分手 就没几天 他就告诉我 他说他跟他前男友又到一起了 又回到了前男友的身边 因为我前男友那会儿给我发微信 他跟我说 他想我了 我就每次看着那微信 我都心里 我就想 他是不是心里还有我呀 我也不知道回是谁 如果他心里有你的话 他就不会 不不不你别说 你听他内心的话好不好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你前男友心里还有你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你又会回去了是吧 是 但是又没过多久 他前男友就因为嫌他胖 就要让他减肥的事情 他们两个又分开了 然后他过来找我 我们就又在一起了 这是你们第一次分手 第一次又复合是吧 复合之后他还对你好吗 姑娘 好 也一如既往的好 真的有的时候 就是我都感觉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太宠我 太惯着我了 我真的 我说什么他都能答应我 我说什么他都能做到 你就觉得我这生活好像是就有些太平淡了 你知道吗 我就有的时候 我就 你还真不知足了你 他以前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他说如果他始终放不下前男友 他问我会不会恨他 我那会什么也没说过 我就是心里边想 如果我足够对他去好的话 可以让他去忘记前男友 但是我没想到他这样一次一次 第二次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也是没多久 又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因为他前男友一句说想他了 然后就又又把我扔下了 他又走了 啊 他会不会恨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怎么再去相信他了 人家都要结婚了 他还能这样 没有 我这次我真的知道后悔了 我跟他前两个月是 我可能是有那种想法 但是都过去一年了 我都跟他已经翻篇了 我跟他都已经断了 他所有的信息我都删除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删除了 我这次就想跟你好好地行吗 听着赌心的 我就是因为 我以前也没怎么谈过恋爱 这是初恋吗 对 这是初恋 这个恋爱谈的这个糟心 因为看到他之后就感觉一眼就 觉得他就是这辈子 想要在一起的人 到现在他前男友都要结婚了 我真的没想到他还没死心 我死心了 我真的死心了 他在结婚前他在给我发的短信 我就是想去见他最后一面 跟前男友为什么分手啊 他年龄比我大几岁 可能我思想上跟不上他吧 你喜欢这男生吗 喜欢 喜欢他什么 对我好人老是 哦 哎 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俩挺像的 我感觉 我在他心里边就跟 他在他前男友心里差不多吧 哎 真的特别像 你们两个都属于那种 因为是初恋 所以就各种作践自己的人 你要分手了 这一次一次下来 我感觉我真的 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我不敢想象 如果我再接受他的话 以后这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所以你让他们三个判断是吧 找老师来了是吧 姑娘你觉得你错了吗 错了 太欺负人了吧 他要跟你分手 你接受吗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啊 不同意人家有权利分手吧 就算他给我分手 他都把我宠成这样了 他要再找下一个的话 他把他下一个女朋友宠成这样 他还是会分手的 就是宠你还宠错了是吧 得嘞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孩你听明白没 这个女孩 她压根就没看上了 他只是在最困难 最无助 最需要安慰 那个时刻你出现了 其实我以前问过他一个问题 我就说这一次又一次的 只要他从他前男友身边离开 就会过来找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给你们两个讲一个故事 你们俩都听一听 一个小伙子 背着一包袱 爬山 特别累 就是发现一个小男孩 背着一小女孩 也在爬山 但是好像比他还有轻松 他说居然这么小年纪 还背着一小女孩 怎么居然还能爬上去 他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把他放下呢 小男孩就说一句 因为他是我妹 那个小男孩就相当于你男朋友 而你呢 他在你心目中就是那背的那个包袱 你根本对他没有什么感情 你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出现 你在其他人去的时候 你讲过情面了 为什么他始终会接纳你呢 因为他把你看成亲人 看成爱人 你们俩是一体要上山的 这就是你们俩的区别 感情不能强求 你是个好人 但可能不是他爱的那个人 他为什么爱上你呢 他说了 你人好 老实 那不是爱 那是需要 如果你真的能够公平的相爱的话 不是他需要你 而是他被你吸引 他爱上的不是你给他的 而是你这个人 就如同他那个男朋友一样 他真正爱上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对他再坏 他还是会一心扑上去 但小伙子你放心啊 虽然这是你的第一次恋爱 但通过这个平台播出之后 我相信有很多的女孩会喜欢你 喜欢你这个人 喜欢你这个痴情的那份心 我坚决取总的话说 有一种心态是这样的 我们想要一件很昂贵的东西 我们觉得自己是买不起它的 所以我们想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你丢我捡呢 那样的心态 在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已经矮了三节了 另外一种心态是 当我受伤了 我现在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我觉得我需要修养 我需要力量 我需要被疼爱 我去找一个 我认为可以攻击我这些需要的人 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你充满了爆棚的安全感 你认为 无论何时你回来找他 他都会等在那里 而你完全没有安全感 对 你认为你要很努力 很努力 然后也许有一天 你的努力可以兑换爱情 因为我我当初就觉得吧 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买到爱情 我们很努力能够得到的 赚来的叫做钱 赚来的是事业跟成就 但我们赚不到爱情 你如果还喜欢你的前男友 没有错 但是你爱不到他 人家都要结婚了 他并不是一个不愿意见家长的人哦 他只是不愿意跟你见家长 所以你的前男友对你来说 是那个你一直追不到的宝贝 你对他来说 是那个追不到的宝贝 你的前男友吃定了你 你就吃定了他 我说女生 不要利用别人对你的爱 你也是一样 不要看不起自己 你怎么知道你转身 不会碰到一个 非常爱你小许 想要打果汁给你喝的人 想要做饭给你吃 看你开心 还就觉得满心欢喜的女人 你怎么就觉得 你这辈子碰不到这样的人呢 你配得这样的爱情 因为你是一个很宽大的男人 很有爱的男人 很懂得付出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 我认为值得我们 给他一点掌声 是不是 至于你 不要去欺负一个 其实你心里面 并没有这么爱的人 想想你的前男友 对你的心情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好吗 我分明看见他笑了 他是笑了 我也分明看见他哭了 女生 你真喜欢他吗 回答我 是 你还笑得出口 你不是爱他吗 你为他擦擦眼泪啊 你笑什么 你怎么笑得好意思 对伤害自己的人的百般包容 第一次是犯吃 第二次是犯傻 第三次就是犯贱 你和他都是 但对爱自己的人的百般包容 一次是犯错 两次是犯魂 第三次就是犯罪 你和你的前男友都是 你明明知道被伤害的痛苦 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他 只因为你拿你前男友没办法 你却拿这个小胖子有办法 你说你爱他 或许我相信 但你爱他 只是因为他爱你 而他爱你 只是因为他爱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着他泪流满面 不但说没有一点悲伤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如果你在今天 在这个舞台上 听了我们三个人的一番言语 你意识到 我真的确实不爱他 我只是一种感激 然后我转身离开 我对你不会有任何责备 但是为什么要看着别人在哭 你还在笑 你也是 你哭什么嘛 你看看他在笑 你哭什么呢 你的哭一点都不值钱 有一句话叫做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人才 你在这儿 可能只是一块擦肋的手巾 但是你在别的女人那儿 可能是个大宝贝 所以你去找那个 把你当宝贝的人去吧 不要去感觉失望 不要感觉不甘心 初恋总会走过这一遭 祝你幸福 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傻姑娘 沉浸在初恋里面 自私一点 犯了点错 直到她们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我才替这小子心如刀割 她说你这样还会把下一个女人 也宠成我这样 你这个话说的太让人觉得寒心了 麻烦你抬起头 你爱她吗 喜欢 为什么又笑了呢 你要真喜欢她 你别出来了 你呀 别再伤害这个孩子 兄弟 对人的这个坦诚可别丢了啊 别因为这一个 到下一个的时候 你说哎呀我怕她伤害我 人不要变成那样 放手吧 好吗 别让她擦了 让她哭会儿吧 谢谢 这边有个女生给的 这边 是女生给的 那边女生给的 哪个 上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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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你好像带着男朋友来的吧 男朋友不愿意了吧 谢谢 没事 世界充满爱 哈哈哈哈 两位 最后的时间是留给你的 他说不说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自己给自己写得漂亮点啊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